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 最近呢 看到我都會忍不住點進去 沒想到螢幕的情侶黨 如此的恩愛甜蜜 也會離婚啊 愛情到底還能不能相信 今天不是要聊這個是不是 不是要聊這個是不是 要聊不約愛跟江洪姐 好 那我們來聊 那來聊一下 他們兩個到底是否真的有離婚呢 誒 說真的我覺得無風不其浪 我覺得一定是 一定有一些影子 讓大家一開始先捕風捉影 然後沒有想到 竟然就補到了大老鷹 還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廣告合約 就是如果可能離婚了會違約 所以他們不敢離呢 也有這個可能 你知道 畢竟要賺錢不容易 你知道嗎 還要養小孩 對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 幫大家聊聊這個扶元愛 到江洪姐 目前為止到現在為止 這兩三天下來 風波是越演越烈 而且是鬧得沸沸揚揚 先來看一下 其實這這件事情呢 先是被爆出這個扶元愛 因為沒有帶婚戒 然後呢 大家就在開始捕風捉影說 難道他們是夫妻兩個 是有什麼樣的裂痕嗎 要離婚了嗎 接著就被拍到扶元愛 跟陌生男子 把小孩還有媽媽留在台灣 他就跟陌生男子在日本同遊 甚至還演出了案外案 說是江洪潔的家人是怪獸家庭 那麼這兩三天來啊 這個風波是一直不斷的燒燒燒 當然整件事情最新的狀態呢 就是扶元愛在他自己成立的公司 先是以第一封的道歉信 就是以公司的立場先謝謝 然後也對那些支持他的人呢 是表達最深的歉意 當然這一封道歉信 其實並沒有完全來消敏 這個日本的網友 或是台灣的網友 對於扶元愛婚內疑似出軌 這樣的事情有所原諒 所以在4號 也就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扶元愛親筆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哦 他親筆是加碼 寫下了這個道歉信 他裡面寫了什麼呢 可以來看看啊 他裡面寫說 他對於自己輕率的行動 深切的反省 另外還提到啊 因為他開公司 經驗比較不夠 深感懊悔 那因為這個情緒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就跟朋友一起建議 一起到外面去散散心 確實有跟這個男性的友人 一起到這個橫濱的酒店來同住 但是但是 他們沒有住在同一間房間 而且昨天江鴻傑 其實也透過了這個經濟公司華言 是發表了聲明 表示呢 兩個人就算有什麼情況 但都希望大家不要攻擊家人 好了 那不過說到這一對台日的聯姻 到底還會有哪些驚人的發展呢 我們先來就幫大家就口頭上面 總整理一下 先來看看這個 吳元愛還有江鴻傑 這一對 昔日被說是大家呈現的 跨國桌球界的金童玉女 這兩三天來這個爆炸性的消息 到底是一個接著一個出 先是像剛剛提到的 日本雜誌爆出 捕捉到這個 吳元愛背著丈夫還有孩子 甚至是媽媽 他們就是在橫濱呢 是一起逛街一起玩 而且這個對象啊 還是這個號稱有小大谷祥平 這個26歲的男生 重點是這個男生啊 因為身高跟吳元愛是差了25公分 所以呢說是有最萌身高差 兩個人站在一起是 其實如果不是他是已婚啊 其實真的是人人稱陷的 一對這個情侶的感覺 那他們兩個人呢 先是到橫濱的中華街市 買這個燒賣啊小籠包 然後接著再一起搭上南方的車 到酒店過夜 這也就算了 他們到回到東京之後呢 還有媒體拍到 這個男生進到了 吳元愛的家中 所以呢一連是度過了兩個晚上 都在吳元愛 兩個人是供訴啦 但是吳元愛澄清說 欸沒有沒有不要誤會 我們沒有住在同一間房間 但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還是讓吳元愛在日本的聲勢 是跌落到谷底 是被罵翻了 這個男生呢 到底是來歷是如何呢 吳元愛說 這是他認識很多年的朋友 只是因為他心情不好 所以給予他一些安慰 好那即便是如此呢 很多的這個日本網友還是認為說 欸你就算是這樣 你就算是心情不好 應該也不能這樣子吧 而且呢 江洪杰還在私人的IG上面 Instagram上面 PO出了他幫岳母慶生 結果沒有想到他的太太 自己就跑回日本 還被人家拍到所謂的開房間 當然這件事情呢 其實一個巴掌拍不響 尤其這兩三天來 其實還有爆出說 江洪杰其實長期以來 都對自己的太太 浮元愛實施所謂的言語暴力 所以這件事情也導致了 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小愛早就打算貼了心 我離定了一定要離婚 所以呢首先就來看到啊 就是江洪杰其實對 浮元愛的言語暴力 有媒體就報導說 浮元愛其實在懷胎第一 第一胎的時候呢 他孕吐是非常的厲害 害喜嚴重啊 一天甚至是多達有七次 不過江洪杰呢 就好像沒有像就是在這個 錄訟節目上面這麼的體貼 反而是責怪他說 欸你這樣子一直吐 你會沒有營養 寶寶會沒有營養 好所以小愛就有點自責了 真的懷孕嘛 然後又不舒服 然後現在又被這樣子指責 所以等到孕吐好轉的時候 他就希望說自己 可以多吃一點東西 讓營養趕快的補回來 沒有想到呢 因為小愛的臉 就看起來是圓圓的 比較那種可愛可愛的 那江洪杰就說 欸你吃太多喔 小心胖喔 要控制飲食喔 欸好兩難喔 我的天啊 那當然這也讓江 這個不願愛 其實在懷孕期間 有種種的不適應 當然他是歸咎說 一定是那時候我懷孕生小孩 所以自己 荷爾蒙失調 那 這件事情也就算了 當然小朋友生下來之後 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教養的問題 江洪杰呢 是據說不斷的挑毛病啊 會用一些比較 難聽的字眼來辱罵小愛 所以一度讓他壓力大道啊 聽說是在 呃 不是正常月經期間呢 小愛會出現異常出血的狀況 那另外還傳出呢 江洪杰還嫌不願愛 太愛買衣服了 然後所以他就只好買一些 比較樸素啊 呃 這樣的衣服穿出去 還有還有 江洪杰嫌氣不願愛 太愛打扮 甚至火力全開罵說 你這個妓女 哇塞 這個詞彙實在是 如果說是真的啦 真的是蠻誇張的 任誰我想應該都沒有辦法 接受這樣的一個世襲吧 你莫名其貌被自己的老公罵說 這樣是妓女 這是不行的 好 除此之外呢 呃 很多的言語 各種言語暴力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網友挖出來 當然這都是風聲不斷的傳進來 不過不過 其實江洪杰的師母 現在是跳出來了 她呢 是江洪杰以前教練的太太 師母呢 其實就說了 她從小看著江洪杰長大 江洪杰是一個彬彬有理 而且很謙虛 很斯文的一個運動員 怎麼可能 她從來沒有聽過她罵髒話 更別說言語暴力了 所以呢 江洪杰平常待人也很客氣 從來不會說髒話 然後在練球的時候 還會主動幫忙倒垃圾 怎麼可能爆粗口 當然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是一個羅生門啦 她到底是怎麼唸 怎麼罵 然後呢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言語 讓自己的太太受不了呢 不過我們就來幫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過去我們曾經去這個 國訓中心啊 或者是左訓中心採訪江洪杰的時候 其實當時確實她給人的印象 就是像師母說的一樣 她就是很斯文啊 說的話也不多啊 講話慢慢的 然後謙虛有理 所以她到底在家 跟服怨愛是怎麼相處的呢 難道真的是 人不可貌相嗎 還是另外有什麼隱情呢 當然除此之外 還有提到啊 就是江洪杰的媽媽 甚至是有曾經脫口而出 酸自己的媳婦服怨愛說 哎呀 你是我們江家的金姬母 那當然這句話 不知道是因為很會賺錢呢 還是因為生孩子呢 所以呢 就是傳出有這樣的風暴傳出來 那另外還有就是啊 江洪杰的姐姐 也變成說是他們導火箭 說她是這個最強大毒孤了 好的那 這一連串會怎麼發展呢 其實陸陸續續都還有一些 最新的消息曝光出來 不過我們就要先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說過去江洪杰到底 怎麼跟服怨愛是情牽在一起的呢 因為兩個人其實是跨國的婚姻 而且其實距離是非常的遙遠 所以我們就先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可以看到 其實服怨愛跟江洪杰兩個人呢 在11歲的時候就認識了 因為他們同樣都是桌球選手 一個是披上日本國家隊的戰袍 一個是披中華隊國家隊的戰袍 那後來在2006年的時候 他們就去參加了這個日本九州的 亞青桌球錦標賽 一開始小時候就是梁小如猜認識 當然原本的小愛跟小潔 並沒有什麼太多的互動啦 然後小愛對小潔甚至是沒有印象 不過江洪杰當時就說了 他覺得對小愛的第一印象就是凶巴巴的 感覺不是很好親近 但沒有想到呢 就是這樣子情牽一線 到2014年的時候 小愛受傷了 當時江洪杰是鼓勵他 你一定會好起來 或者是你的成績一定可以回到過去這樣的 好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有一些親民互動 直到2015年正式決定來交往 而2016年的時候正好是領月奧運啦 所以江洪杰跟輔淵愛 各自代表國家隊去三海參賽 賽後他們就在日本東京提出了結婚申請 隔年一月份就回到台灣來宴客 當然也因為這愛的濃烈感情是相當好 所以其實當時呢 輔淵愛是很快就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 中間當然就是一起有代言啊 一起出席公開場合啦 甚至是一起到這個大陸的綜藝節目 幸福三重做在這個實境秀裡面 曬恩愛 好2019年的時候呢 小愛還懷了第二胎兒子 但誰知道好景不長 其實在生完孩子不久就傳出福 原來曾經父親是帶著小孩回到日本 所以就有一個傳說出來了 當時江洪杰呢 是為了太太要追回來還回到日本 當然這個整個劇情他們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還有多少東西會爆出來呢 這兩天真的是要好好的靜觀其變了